好 来看到NCC都已经是连11败了 对于中天的换照案已经都连11败了 现在还想要继续的上诉吗 我们来看到行政院代理发言人罗炳成 昨天还说NCC只是程序上的瑕疵 法院并没有否定原来不予换照的实体理由 之前就传出说台北律师公会曾经推荐了 大法官人选总统府在审查当中 所以是想要当大法官吗 法官人士就说你罗炳成是自以为是大法官 公开在解说法官的判决吗 你依什么样的规定办法来对NCC指导行政呢 你这是干涉的独立机关运作之余 另外法务部长蔡清祥也说 如果你NCC需要我们提供法治的建议的话 那我们会从法律的层面来提供 供他来做参考 另外王宏卫就说了 劝劝法务部长不要再为虎作娼了 好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是不是因为呢 有这个靠山所以不用下台 商总主席赖正英就说了 这个民讲过去的最强调是什么呢 就是言论自由 以为说政治力干预媒体的经营 所以呼吁NCC你不要再上诉了 好另外呢还有三三会理事长林伯峰也说 中天新闻台被关台呢 是政治扼杀新闻自由的案例 所以NCC应该要让中天重回52台 大家赞同吗 好赞同的帮我们加一一下 好但是现在呢NCC打中天案呢 梗涂懒人包全部都开始出动了 好所以呢现在看到黄耀明就说 大小姐开始在下令网军咯 好但是我们看到就说不回避啦 我们就来号召民众来包围NCC吧 好我们来看到呢NCC呢 这个脸书上也写说 这个北高刑的要求NCC呢 依照了判决之法律借解重新审照 那这些呢亲律的NCC委员呢 省过呢要赔钱 没省过的免赔 如果呢这个结果就可以如何知道预见 这七位NCC主委应该是要回避的 好我们看到NCC呢 抢官的中天被法院认证是违法滥权 形同是对中天11连败了 但没想到法务部长蔡清祥却说 会提供NCC法治上的建议 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他也回应说 NCC使用违法评分表的程序有瑕疵 是可以在法律上补证的 只是呢法院都认证这个评分表是违法 所以到底该如何补证呢 对此中广董事长赵绍康也同批 根本就是官官相护 不愿承认错误 而蔡政府比流氓还要糟糕 NCC对中天再吞败账 累计十一连败 让法务部和司法院都看傻眼 NCC需要我们提供法治的建议的话 我们也会从法律面来提供 供他参考 供他参考 这个程序上的瑕疵 在法律上可以补证 可以补证 只是法院判决都指出 NCC的评分基准违反规定 足以影响不与换照的结论 原处分因此违法 还无从推算回复 罗炳成还说可以补证 官官相护 他就不可能承认他的错误 NCC本身就有法务处 我记得 他里面有很多法律人才 他干嘛需要你行政院法律资源 那你是支援他什么东西呢 你是要帮他支援官司打赢吗 还是帮助他承认错误呢 话也讲不清楚 整个民进党政府都是帮着NCC 都是帮着陈耀祥 NCC他从来在民进党政府里面 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 他就是在行使蔡英文他们的思想 NCC践踏程序正义 司法坚守正义防线 但行政部门不买账 对陈耀祥也没有任何一丝责备 你做错事 以政府来讲做错就要认 你做错不认 那不是等于流氓 甚至比流氓还糟嘛 黑道有时候还讲点义气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有问题的 中天官台对中天损失70亿 将来国赔是你蔡英文出 还是你陈耀祥出 纳税人凭什么帮你出这70亿 拿纳税人的钱去打官司 打11连败 你就是要栽账构献中天 这就是陈耀祥啊 你还不给我滚下台 真的是可恶自己 中天获得迟来的正义 中央大官继续 装税到底 接着让我中林成佑台北报道 行政院发言人卢炳祥跟NCC呢 还这个指称 评分表呢是程序上的瑕疵 法律上是可以补证的 NCC说冠成了中天主张的评分表 一样是不及格 而这些又是在散布假讯息 我们到司法院新闻稿里头 简单来查 其实就可以查出真相了 法院认定了 评分基准违反规定 有决策事实呢 基础错误而资讯不完整 足以影响不与换照之结论 原处分因此是违法 而且呢 法院认定了 无从推算回复 原处分自法有违 一周说这个法院认定的NCC评分表 就是一个违法嘛 事实呢 基础错误 你无法换评分表来推算结果 又何来补证的步骤呢 法院的判决就是发回重审 到底哪里有提到补证两个字了 罗秉承呢 跟NCC呢 严重扭曲了法院的判决文 难怪遭到了 郭正亮跟吴子佳的痛批 说这摆明了 就是不尊重司法的最坏示范 好 中文新闻台 在2020年遭到NCC决议不与换照 因而呢 从有线电视52台频道退出 对此呢 中天新闻也提出了行政的诉讼 经过两年的审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 撤销NCC不与换照的处分 中天新闻胜诉 而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也分析 今天问题呢 不在于判决的输赢 而是在于NCC跟行政院的事后态度 实在是相当的恶劣 尤其这些人呢 没有新闻的专业 竟然能够来裁判 来审判新闻 台湾最骄傲的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就是被这些人给破坏掉了 NCC也好 或者今天的行政院也好 不是输跟赢的问题 是他们的态度 他们回应出来的东西 他们的反应出来的 包括新闻稿 包括发言的讲法 都完全没有一个人 把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书的 主要的植栽的理由 公平的讲出来 没有 没有 这是恶劣你知道吗 你是政府机关 要有信用你知道吧 所以 这是不要脸的嘛 你这很恶劣 他的所有的这个新闻稿里面 都发的新闻里面 什么遗憾啊 什么不尊重他的什么专业 你有个狗屁专业 陈耀祥根本就混球 这是一群苏贞昌的走狗 一群民进党的 不知道从哪个洞里面 挖出来的一些人 他们根本不懂新闻 就来裁判新闻 我先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今天台湾的新闻自由 这件事情 在全亚洲是第一名 我们是一个新闻 我们以新闻自由为骄傲的国家 我们以言论自由为骄傲的国家 我们台湾的现在的赖清德 他讲他要用民主来对抗专制 对不对 那你民主的核心是什么东西 就是言论自由 你今天所有民进党的做法 刚好逆 他是反其道而行 你这些罗秉承 什么陈耀祥 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人 从哪里跑出来的 我公开骂他们是狗官嘛 他们不懂新闻 然后就跑出来裁判 审判我们新闻 这些人 世代夫之无耻 为之国耻 我们台湾最骄傲的就是新闻自由 就是言论自由 结果他们都不断的破坏 破坏了之后 他不负责任的 你知道吗 他完全不知道 台湾最重要的资产 就是民主的核心 就是新闻自由 然后昨天的整个 整个把这个中天换照的纠纷 搞到现在为止 已经变成这种歹系脱棚了 而且更重要的 他把这个事情破坏掉以后 他能够给人家复原吗 他胆敢一个人 挑战全台湾的新闻自由 对啦 这历史是会上记上一笔的 对啊 就是在这个历史的耻辱碑上 陈耀祥 这个人 你看他那个德性 他就是脸皮厚 就是厚得跟你干到底 现在刚好还是 是 是 是的 是的 是 也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